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是捷克伦敦写的,名叫马丁·伊登。 1875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美国旧金山的居民从《纪事报》上看到了一则可怕的新闻,报道称,一名妇女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太阳穴。 这个女人说,她是因为不想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幸好,她没能成功自杀,只是受了点轻伤。 这个自杀未遂的孕妇就是伦敦捷克的母亲。 杰克在伦敦度过了一个艰苦的童年,由于家境贫寒,她早早地承担起了生活上的重担。 后来,她当过水手,参加过淘金队,甚至因为流浪者的罪名被抓进了监狱。 这些经历为她以后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27岁时,荒野的呼唤,问世标志着杰克在伦敦创作的黄金时代。 但这一切在40岁时戛然而止,因为过量服用马飞而结束了她的传奇人生。 尽管短短的创作生涯,杰克的伦敦前程、马克、土温后起和海明威都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批判性现实主义作家。 其作品主题多样,包括爱情、流浪、战争等主题。 她的一些作品,如《荒野呼唤》,充满了强烈的自然气息和浪漫主义色彩。 另一部分作品则描写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譬如马丁一登的自传题小说。 小说讲述了一个从底层水手马丁靠着写作成为上流社会的故事。 然而在故事的最后,马丁却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与幸福。 这是什么情况? 让我们看看马丁的故事吧。 马丁出身底层,职业是水手。 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摆脱贫困,进入上层社会。 他个人奋斗意识的觉醒,源于爱情的到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马丁看到一位名叫阿瑟的年轻人正被几个流氓纠缠着。 尽管他们并不认识他,但马丁还是帮他解围。 于是,他受邀去阿瑟家做客。 当马丁走进客厅的大门时,他第一次踏上了上流社会的门槛,感到不知所措。 马丁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带着一股海腥味,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他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胳膊和手放在什么地方。 他越是小心,越是笨拙,险些一头撞在了琴凳上。 好不容易平复了一下心情。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他听到了阿瑟的声音。 这位是易登先生,露丝。 阿瑟的妹妹和小说中的女主角露丝。 马丁最初对露丝有什么印象? 这就是书上所说的。 他就像一朵淡金色的花在细细的枝条上。 不,他是精灵、天仙、女神。 很显然,在马丁眼里,露丝的眉毛是超凡脱俗的。 露丝是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就一本诗急聊了起来。 露丝侃侃而谈,用一系列批判术语和思维方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马丁吃力地跟上他的话,惊奇于露丝的学识,惊叹于露丝温柔美丽的脸庞。 马丁全神贯注地看着露丝,心里喊道,这个人值得你为他而活,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自从露丝家回来后,马丁就知道他和露丝的差距有多大。 露丝住在富丽堂皇,舒适,受过高等教育的房子里,每天谈论的都是诗和远方。 他住在姐姐家,破旧不堪,到处都是肥皂泡和脏衣服的味道,到处都是姐姐训斥孩子的尖叫,还有孩子的哭声。 他的朋友都是底层的工人,工作,喝酒就是他们的生活。 为了能够积身上流社会,为了能够与露丝相配,马丁下定决心从头到尾改造自己。 作为一名水手,马丁不得不出海八个月才能养活自己。 在这八个月中,他一边工作,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思念着露丝。 他帮船长洗衣服,向船长借了一套莎士比亚的拳击。 莎士比亚作品中优美的词句,使他明白了什么是高雅的语言。 而读白则使他懂得了思想的魅力。 有一阵子,他全神贯注地读着沙翁的剧本, 许多段落都能轻而易举地复述出来。 马丁已经航行了八个月了, 当他看到太平洋上波澜壮阔的景色时, 就想用语言把它描绘给露丝听。 第一次,他萌发了写作的念头, 他希望能像沙士比亚那样写出伟大的作品, 并证明他配得上露丝。 马丁从海上回来后,马上就动笔了。 他有着丰富的海上冒险经验和丰富的想象力, 因此写作时常常充满了文思。 他从早到晚都在写作, 除非去阅览室,去图书馆借书, 或者去看露丝。 马丁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信心, 期待着自己的作品能够很快发表。 可是,他却没有想到, 杂志社竟然将他的稿子给退了。 马丁吃了一惊, 决定把时间花在研究那些成功发表的作品上, 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写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的普通现象, 和马丁那种充满自然野性和生命激情的小说完全不同。 马丁开始怀疑文学市场, 杂志编辑本身是否平庸, 还是这些作者和编辑害怕真实生活。 由于一篇稿子没卖出去, 马丁只好去当洗衣工挣钱养家糊口。 他从早到晚干了十几个小时, 每天给几百件衬衣上浆, 熨烫每一件衣服。 繁重的劳动几乎使他丧失了思考能力, 每天都疲惫不堪, 更别提读书和写作了。 三个月之后, 马丁辞职了, 他意识到即便遭遇挫折, 写作之路还是要走下去的, 因为想要爬到上层社会, 靠廉价劳动力肯定是行不通的。 马丁重心振作起来, 继续写下去。 这次, 他调整了写作计划。 为了赚更多的稿费, 他决定先写点无关紧要的东西, 然后再写一些无关紧要的, 没有失忆的, 但却很受欢迎的作品。 赚了钱之后, 他就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了。 如何才能使作品获得市场青睐? 马丁发现, 市场上流行的小说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 那就是小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情侣被活活拆散, 第二部分是因为某些行为或者事件而和好, 最后小说必须以婚礼的终生作为结尾。 只要按照这个套路写下去, 发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他按照这种方式写了十来篇短篇小说, 分别寄给了他认识的那些刊登此类故事的杂志。 这些杂志的内容虽然粗俗, 但是稿费却很高。 马丁等着他的回答。 在这段时间里, 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见到了露丝。 露丝对马丁的作品并不怎么看好, 他认为马丁靠写作是无法谋生的, 但马丁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男子气概使他深受感动, 于是他与马丁互诉真情, 结为恋人。 露丝和马丁的恋情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就连阿瑟这个曾经受过马丁恩惠的人都不支持他的恋情。 他们告诉露丝, 我们不忍心让你以后嫁给这样一个粗鲁无理的人。 露丝想把马丁送到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去, 因为那是一份体面而体面的工作。 露丝委婉地劝马丁, 说你不能靠写作谋生, 靠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能结婚的。 为了破坏露丝与马丁的关系, 露丝的父母常常邀请马丁和其他成功的男士到家里来, 目的是为了通过对比, 让露丝知道马丁是多么的差劲。 在宴会上, 马丁发现那些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不过是些有钱的闲人, 他们弹起了纸牌, 台球, 鸡尾酒, 汽车和游艇, 马丁觉得和马丁说话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不过, 他也遇到了一位和他志趣相投的客人, 一位大学教授, 两人相谈甚欢, 马丁发现对方学识渊博, 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 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是一样的。 不过, 他也发现了教授思维上的漏洞, 并且很坦诚地指出, 教授听了马丁的纠正, 既感到惊讶, 又感到高兴。 他说, 上一位进化论领域的科学家, 指出了他的缺点, 但那位科学家已经去世了, 他没想到, 马丁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然而, 马丁的举动却让路斯很不高兴, 他觉得马丁太不礼貌了, 甚至觉得马丁是在自不量力地 和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辩论。 这使马丁感到困惑和矛盾, 他开始改变自己对上流社会的看法。 另一方面, 马丁意识到自己的思想, 比路斯和这些所谓的上流社会要高深得多。 就在这时, 他根据市场规律写的短篇小说, 收到了回音, 杂志社陆续给他寄来5至40美元的支票。 马丁大喜过望, 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 他就能赚到比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钱。 虽然他不喜欢写这些东西, 但为了路斯和他的未来, 他还是愿意卖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 路斯却不以为然, 极力劝马丁去当个公务员或律师, 可是马丁拒绝了, 这使他同路斯之间产生了隔阂。 路斯爱马丁喜欢他那狂野的性格和坚毅的精神, 然而这种浪漫的幻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他到马丁的住处去找他, 但是潮湿的房间, 肮脏的地板和衣服, 马丁为了写三天没刮胡子而感到恶心。 他对马丁越来越不耐烦了。 最后, 马丁同路斯分手了。 分手的导火索是社会主义者集会。 马丁有一位名叫伯利森登的社会主义者, 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 跟马丁谈得来。 伯利森登曾劝过马丁, 不要沉溺在一个软弱苍白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爱情陷阱里去, 那样会使他的才干枯竭。 可是马丁根本没有听进去。 伯利森登于是把马丁带到集会上, 让他见识见识真正的学者。 实际上,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集会。 马丁虽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 但听着这些人的话, 却觉得很有成就感, 输在他们的脑子里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马丁的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幸的是, 那天晚上参加集会的记者中, 有一位出出茅庐的记者, 他完全不明白人们在争论什么, 只记得马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于是他把马丁写进了报道中, 把马丁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头目。 第二天马丁收到露丝写来的信, 信里写满了痛苦和失望。 他在信里说, 他原以为他爱马丁, 可以使马丁认识到应该过一种严肃, 体面的生活, 却没想到马丁会这样做。 现在, 他父母坚持要他们分开, 而他自己也发现, 他们俩并不般配。 马丁不相信露丝会这么绝情, 他马上给露丝写了封信, 说,"告诉我, 你还爱我吗?" 可是马丁再也没有听到露丝的回音。 马丁与露丝的爱情到了尽头, 不幸的是, 他又收到消息说, 他的好朋友伯利森登向他开枪自杀了。 爱人走了, 朋友走了, 自己离城宫, 还有一段距离, 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灰意冷的事情了。 马丁累得筋疲力竭, 但他还是坚持写完了小说。 这本书并不是他寄给杂志社的那些俗套, 而是他真正想要写的, 是关于他在海上生活的故事, 以及对宇宙的思考。 写完了最后一句话, 马丁感觉自己的人生都变得空荡荡的。 幸运女神突然降临, 《太阳之耻》是他第一本探讨人生哲学的散文集。 尽管那位编辑在信中表示, 《太阳之耻》的销量不会超过一千册, 但令人震惊的是, 《太阳之耻》不仅在美国本土销售, 而且在加拿大、欧洲都非常畅销。 出版社的编辑再三表示, 这是不能理解的。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向马丁开出了高额的版税, 金钱如注, 马丁甚至成了一名投资顾问的主要客户。 后来又出版了, 书评家和读者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 他成了一位当红作家。 那些曾经拒绝过他稿件的杂志和出版社纷纷来信, 表示愿意重新出版这些作品。 马丁觉得这是一种讽刺, 他把自己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诗和文章都记了过去, 没想到那些杂志竟然真的刊登了, 而且还给了他一笔不菲的稿费。 大家都在打听马丁和伊登的来历。 全国许多报纸和杂志争相介绍他, 吹嘘他是第一个发现这位著名作家的人。 以前跟马丁断绝关系的亲戚, 上流社会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 拍他的马屁。 故事到此结束, 表面看来, 马丁完成了他最初的愿望, 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按理说, 他应该好好享受一下这来之不易的成就才对。 可是马丁却觉得自己病了, 脑子有病。 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欲望了。 他不再通宵苦读或学习新知识了。 他常常走进山里, 在寂静的深山里消磨时间。 他能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的生命已经停止了, 但是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一种 可以使他活跃起来的力量。 接下来的两件事, 更是让他彻底绝望。 第一件事是关于露丝的。 有一天晚上, 马丁的作品都出版了, 露丝来找马丁。 马丁对露丝已失去了热情。 露丝像马丁一样可怜巴巴地伸出双手, 诚恳地对马丁说, 他偷偷来看他, 没有告诉他家人。 他迫不及待地扑到马丁怀里, 身上穿着卫衣的马丁, 想把自己献给马丁。 但是马丁发现了露丝在说谎。 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不远处一闪而过, 正是阿瑟, 露丝的哥哥。 马丁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气愤, 因为他在我面前装腔做事, 说他冒了很大的风险, 可是他心里明白, 送他到这儿来的, 弟弟正等着他回来呢。 呸, 我穷的时候, 连跟他姐姐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我有了银行存款, 他就把人送到我这里来了。 马丁完全清醒了, 露丝也许还爱着他, 但在他心里, 马丁的地位和财富比起来, 比这更重要。 他想把马丁带到他的生活里去, 正如他家里的钢琴, 墙上的壁画和书架上的书一样, 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件光彩夺目的东西。 马丁对爱情的期待破灭了, 马丁最大的打击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伯利森登,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马丁失去了创作的欲望。 百利森登自杀前, 曾跟马丁写过一篇名为《浮游》的作品, 马丁看了之后, 赞叹浮游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 浮游在伯利森登自杀后被杂志采纳。 那些无知的批评家, 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和眼见, 甚至还没看懂这首诗, 就开始批评他。 这使马丁很恼火。 而这些人, 都是因为他的作品火了之后, 才开始吹捧他, 吹捧他的作品。 马丁心中充满了悲哀, 他把书评人和读者称为流氓, 流氓,流氓, 这些人不懂文学, 只会拍马屁。 他还暗自预言, 几个月之内, 这些流氓就会像浮游一样 把他撕成碎片。 他暗自嘲笑那些看过我书, 捧我演戏的人, 其实他们就像牲口一样, 听不懂。 在马丁看来, 真正的艺术是无法容纳的。 他享受着从成功带来的书信, 从成功中获得的狂喜之后, 他再也不能像世俗妥协, 再也不能创作了。 他决定逃离这个令人厌恶的社会, 乘船前往南太平洋。 然而, 在前往南太平洋的那艘船上, 马丁却一头扎进了大海。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马丁的自杀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冷静下来想一想, 这大概就是马丁最后的结局了, 因为他曾经追求过的一切, 都在小说中化为乌有。 马丁有两根支柱, 一根是他一生中对露丝的爱, 另一根是梦想进入上流社会。 因此, 马丁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日日夜夜地读书和写作。 然而, 讽刺的是, 他深爱的女人露丝却自始至终, 都在用金钱来衡量他的成功。 正如马丁所说, 除了我之外, 没人相信我。 当马丁开始写作时, 露丝说写作是不能维持生活的, 于是马丁妥协退让, 为了挣稿费, 写些三流的短篇小说, 他自己也看不上。 但露丝还是劝马丁去从事所谓的正当职业, 如律师。 当他离开马丁的时候, 当马丁名利双收之后, 他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这使马丁意识到, 他的爱情只是一场梦。 露丝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马丁的才干, 因为那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马丁深爱的善良、高雅、 纯洁的露丝根本就不存在。 马丁的爱情破灭了, 马丁对上流社会的憧憬和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马丁一见钟情于露丝, 不仅因为他的外表漂亮, 还因为他谈吐优雅、 知识渊博、 文明礼仪, 这些都是上流社会的东西, 马丁深深地向往着。 然而, 在与和露丝交往的过程中, 马丁渐渐发现, 他所想象的上流社会完全是一种幻想。 的确, 露丝家里的书很多, 墙上挂满了精美的油画, 钢琴上弹奏着古典音乐。 尽管露丝和他的家人懂得一些听起来很高雅的专业术语, 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文学、 艺术和音乐。 生命本身比艺术更深奥, 这就是马丁作品中最精妙的地方, 露丝永远也不会理解它。 露丝一家就是那些戴着开明面具, 实际上带有狭隘阶级偏见的虚伪庸俗社会的缩影。 比如, 在宴会上, 马丁和教授的意见不一致, 认为马丁是错的, 因此他批评了马丁, 认为他是个成功的人, 而马丁却一分钱都没赚到。 这是上流社会的评判标准, 也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内容。 他开始怀念以前那个没读过书的自己了。 马丁住在一群所谓的野蛮水手中间, 但是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想打架就打架。 他身强力壮, 码头上谁都能打得过, 遇到喜欢的姑娘就去追求, 两人同床共枕。 马丁还真的见到了以前的朋友, 一起喝酒跳舞。 然而, 马丁却发现, 他的脑子已经变了, 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快乐。 爱情与理想的双重幻灭, 生活失去了目标, 幸福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最后, 马丁自杀了。 马丁悲剧性的结尾, 使作者杰克伦敦的《美国梦》破灭了。 美国梦是在18世纪诞生的, 具体来说就是, 不管你是多么贫穷的人, 只要你努力工作, 社会都会给你公平的机会, 让你发挥你的天赋, 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命运。 那些一夜暴富的西部淘金者, 从平民到总统的林肯, 从小支援一跃成为石油大王的洛克菲勒等等, 都是美国梦中令人鼓舞的典范。 到二十世纪初, 杰克在伦敦写马丁一登时, 曾经强调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美国梦已经腐朽, 社会财富急剧膨胀, 物质欲望膨胀, 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那时候, 美国哥伦布环形办公大楼的巨大霓虹灯广告闪了一下, 三十岁的时候, 你应该拥有一万美元, 四十岁的时候, 你应该拥有两万五千美元, 五十岁的时候, 你应该拥有五万美元, 潜承了美国人的梦的全部内容和标准。 资本势力和拜金主义也影响着文学领域。 1895年, 美国月刊在畅销小说排行榜上输掉了, 他只把销量和销量作为参考, 完全忽略了艺术与社会的价值, 把小说写成了一种产业, 美国文学开始走向商业化。 杰克在伦敦写马丁的文章, 在伊登时代, 美国市场有五千一百种商业杂志, 这是大众读物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许多作家在追求文字产量和收入的同时, 也无暇顾及文字的质量, 甚至出现了《纸江王》这样的称号, 指的是每年都能写出几十本畅销小说的畅销书作家。 因此, 如何处理艺术与金钱之间的矛盾, 成为许多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杰克·伦敦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 他是第一批投身于美国文化产业的专业作家, 他知道如何迎合读者的期望, 迎合市场。 在美国文化当中, 美国梦是最具诱惑力的一种生物, 谁不希望自己身无分文, 变得腰长万贯呢? 美国学校甚至将有关美国梦的故事作为教学材料, 以激励年轻人奋发突强。 因此, 在这部小说中, 杰克·伦敦以美国梦为主题, 讲述了青年马丁的逆袭。 杰克在伦敦的高明之处, 在于他看到了美国梦背后隐藏着的各种社会问题。 正如小说中马丁所说的那样, 十三个殖民地推翻了统治者, 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制, 但却出现了一群新的统治者。 这些人既不伟大, 也不强壮, 也不高尚, 是一群狡猾的商人和高利贷者。 他们用阴谋和甜言蜜语把法官们奴役, 奴役议会, 奴役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童工。 杰克·伦敦对于美国社会所做的观察和思考, 比当时那些庸俗的畅销小说家要多得多。 因此, 为了迎合读者的期待, 杰克·伦敦一反传统, 用犀利的笔法打破了所谓美国梦。 马丁伊登的作品《易经问世》便大受欢迎, 既反映出杰克·伦敦在市场上的成功, 又从侧面说明文学商业化, 对小说写作确实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 但杰克·伦敦的矛盾之处在于, 他在享受商业成功的同时, 又希望摆脱商业化的束缚, 追求纯粹的艺术创作。 这种矛盾在马丁伊登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小说中, 尽管马丁已经摸清了小说的套路, 但到了后期, 当他看到浮游在文学市场上所受到的 无理践踏和批评之后, 他就彻底地脱离了文学商业化, 再也没有写过一本书, 在艺术理想破灭后, 他跳海自杀了。 马丁伊登就像是杰克·伦敦的一部精神自传, 而现实当中的杰克·伦敦, 则是在成名之后沉迷于物质享受。 他花了一大笔钱在太平洋上建造了一艘游船, 后来又建造了一座名为狼屋的房子。 为了维持这种纸醉精迷的生活, 他常常向出版商预知版税, 然后再用粗质滥造的作品来偿还。 杰克·伦敦在这种空虚无聊的日子里, 想到了死亡。 他说, 当生活变得痛苦和厌倦时, 死亡就会把你哄睡。 这种死亡的含义, 早在马丁伊登身上就已经存在了。 马丁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 以为斗士, 英文意思是伊甸园。 所以马丁伊登包含了寻找乐园的美国斗士。 这正是本书的主题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 这里就成了人类永远无法到达的天堂。 杰克·伦敦曾这样评价过马丁伊登, 说马丁自杀是因为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幻想。 这也给杰克在伦敦的幻想破灭做了注脚。 1916年11月12日, 杰克在伦敦年仅40岁, 死于大量马飞。 好了, 马丁伊登, 杰克, 伦敦, 我们下次再见。